那这本书第二章就开始介绍运算放大器了 基本上就是电路还没开始讲之前 那在这一章他就是直接把运算放大器当做一个黑盒子 那他具有一些特性 然后由周边的就是我再加上一些电阻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做一些放大的一个作用 那我们知道一个理想的运算放大器他有哪些特性 那这是一个理想的运算放大器他的一个特性 就他的输出 V3在这里是他的输出 那他的输出位是正负端里面的电压差再乘以放大器的增益 就正端的电压减掉负端的电压 那已经有放大的放大器的增益或者是第三端的输出 那如果是一个我们假设他是一个idea 就是一个理想的一个运算放大器 那理想的运算放大器在这里他的增益是等于无限大 增益等于无限大 那他的输出电阻等于无限大 所以输出电阻等于无限大就是我正负端不会有电流流进去 因为他的输出电阻无限大 那输出电阻等于0 那他的共模增益等于0 所以对共模讯号他是不会放大 如果当你的V1跟V2就正负端的电压一样的时候 那你的输出是0 那频宽等于无限大 那频宽当我们如果不考虑频率响应的时候 频宽这部分其实他的影响就不会很大 那这个跟实际上的运算放大器 其实会有蛮大的一个输出 那其他的部分大致上就都比较有一点 那这是一个理想的运算放大器他的一个特性 那运算放大器在这里面的符号 我们通常会用这样的一个三端符号来表示 在这边他有两个输入 就是一个是非反向输入 一个是反向输入 那一个输出 那这样主要就是你在做图上比较方便了 因为基本上他 你要能正常工作他一定有电源天压 他的天压通常会是正负电压 所以你如果再把正负电压放进去的话 相对的你做图上会比较不早 所以一般我们在看电路的时候 正负电压这部分就没有画出来 那实际上他一定会有正负电压 他的运算放大器才能正常工作 好那这是对应到一个理想放大器他的一个等效电路 就是长这个样子 在正负的输入关 进来的电流等于0 那进来的电流等于0 对应到的就是你的输入电阻式无限档 那输出的代表的等效电路你可以看到怎样 这是一个代表的电压 那电压怎样 在这里他的输出电阻式等于0 那这个电压只会是A乘以V2-V1 那我们讲A会是等于无限档 如果是理想的情形 好那对于任何的输入讯号V2跟V1 那这两个输入电压 你一定可以把它等效成这样的一个情形 他可以把它等效成一个共和电压 再加上一个插动电压 那这时候你的VICM等于多少 共和电压就是两个相加除以2 所以在这边他的共和电压会是V1加V2除以2 两个相加除以2就是他的共和电压 好那共和电压再加上2分之VID会是等于2 所以在这里VID就是这两个的差 那这两个的电压差在这边是用V2-V1 V2-V1 所以在这里你看这一点的电压是V2 所以V2是VICM再加上一个VID除以2 所以VICM再加上这一项除以2 得到的就是V2 那相对的怎样 这一点的电压是VICM再减掉2分之VID 所以VICM再加上这一项除以2 那这是对任何的两个电压 你一定可以把它分解成共和的成分跟插动的成分 所以电压差的话VID就是V2-V1 那VICM就是 这个他写错打错了 应该是V2加V1除以2 就是两个相加除以2就是他的平均值 那他的平均值就是他的共和电压 好那首先我们看一下反向放大器的主态 那反向放大器的主态就是长这个样子 比如说现在我在 这个放大器的正端把它接到D 好那副端这里 经过一个R1电阻接到我的输入 那另外一边呢 经过一个R2电阻接到输出端来 好 那我们知道你的VO 除以V正减V负 这个会是等于多少 你的放大倍率 对不对 好那我讲理想的放大器 它的增力这个会是无限大 那我的输出电压会是一个 如果我们假设它是正常的工作形象 你的输出电压会是一个有限值 所以相对的这样你可以得到V正减V负 会是等于VO再出以无限大 所以这个就等于0 所以当正常工作的时候 我们可以得到怎样 V正的电压跟V负的电压会是一样 那这个我们就称作虚短路 还是因为现在二是接地 所以有时候就称这一点是虚接地 Virtual Round还是Virtual Short 相对应的就是我们在分析的时候 就是这两个电压会是一样大 就是在复回兽这样的一个系统里面 那这两个电压一样大的时候 你就可以算出流氢R1的电流会是多少 Vi再出以R1 那这里进来的电流 因为我们讲这里输入电阻无限大 所以这里不会有电流流进来 所以这些电流一定全部流过R2 所以R2这里流过的电流也会是多少 Vi除以R1 所以这个电流流进R2之后会产生一个电压 那你这样就可以得到我的Vo会是等于多少 负的R1分之R2 Vi 所以这就是一个反向放大 这边这个负号代表它相位是相反 就是当我这里是正电压的时候 这边会是负电压 那另外一个发现就是 运算放大器它的作用 其实主要是怎样 我们都假设它的开路争议是无限大 那开路争议无限大的形象 你可以看到在这边你在用的时候 实际上你的输出电压跟输入电压的比值 这个我们称作避回路争议 Vo比上Vi 那Vo比上Vi的值 你可以由外面的这个电阻来定 学定 所以相对的就是你电阻的误差如果越小 那你得到的损缺度就越高 那这也是运算放大器它主要的一个用途 就是它真正在用并不是用生意无限大这个部分 而是透过负回收之后 我可以得到一个很稳定的一个争议 那这个争议的稳定度相对的就是跟你外面的这个电阻有关 如果当我的争议大到两个程度的时候 那这时候这个争议值大概就会跟你的争议 关系就不大 那主要就是由外面这个电阻来得到你的争议值 好这样到这里我们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能就先讲到这边 那你们先准备一下我出一下考试 那你们先准备一下我出一下考试 你 那你们先准备一下